之前我寫過一個 就是它是跟驚奇相關的 像那個女生她很慘 她覺得她最嚴重的 驚奇癌症候群就是頭痛 她說她痛到什麼地步 她那個月驚前開始痛的時候 她說痛到是會抱著馬桶吐的那種痛 她說非常非常的痛 然後有時候覺得眼睛前還有閃光 想說自己這次看應該會痛死 對 可是她說她那種痛 就是吃這種世間的 坊間這種止痛藥完全沒效 她說她一開始很奇怪 一開始的時候好像會覺得有一點點效 後來她自己就會加重劑 這樣吃多一點點 她心裡又覺得好像吃多一點點有效 後來吃很多顆都沒效的時候 她甚至會用什麼 她甚至會去喝那種感冒糖漿 有效嗎 她說發現喝感冒糖漿 好像也會讓她有點比較不痛 因為她永遠都沒有選對止痛藥 結果她變成感冒糖漿上癮 因為她就是各種都加在一起 反正什麼東西她覺得有效就好 可是重點是來了 她沒有吃對剛剛王醫生講的那個 是針對她的血管 因為她說那種痛是特殊 就是一種偏頭痛 可是有個痛 我們會痛到慌了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就有過痛到 止痛藥我也吃了 可是它實在沒有辦法停下來 那個偏頭痛 然後我就拿那個刮沙棒 拼拼刮 一直刮 整個頭刮 然後後面刮 那你在痛到慌亂的時候 你的失力就會失準了 猛力的刮 等我那天如果不痛了 隔天的時候 我表皮痛了 我整個表皮痛得快死了 然後我老公又好意幫我按 然後用力 再用力 哇 好舒服喔 隔天你就知道 我痛死了 尤其是穴位的地方 可是就真的可以舒緩 可以嘛 因為它刮不好對不對 對 其實你越用力刮的話 你更容易急急抹發炎 甚至至少你的表皮容易破損 是我發炎了是不是 對 所以這個刮的時候 就第一個要上油 然後第二個力道一直適中 然後油輕到重 不能直接就一直來回來摩擦 可是你慌的時候 你只會拼拼刮 拼拼刮跟拼拼刮 那可能有點焦慮症 躁鬱症上 我要先吃一個放鬆的那個劑量是不是 對 現在多熱敷就好了 沒有好耶 很痛耶 但那個刮好爽喔 一直刮 一直刮 因為痛症那種疼痛的傳導物質 是會越來越少的 所以你就是忍一下 總是比你吃止痛藥 就說你可能覺得安心 我忍不住啊 再忍我就打人了 痛會痛到想打人耶 所以你的偏頭痛那個 你真的不能吃一般這種止痛藥 因為真的效果不是那麼明顯 對 其實在我們臨床上面 遇到偏頭痛的病人 他都以為他就要頭痛 可是有些病人又很可愛 他就要頭偏一邊的頭痛 他以為一邊痛就要偏頭痛 對 就要偏頭痛 所以有時候病人講 醫生我偏頭痛 說你哪有偏頭 我頭偏一邊的痛 他也覺得痛 當然不是 其實偏頭痛最主要說 其實阿兒那個其實滿典型的偏頭痛 他會有種會噁心嘔吐 正在痛之前眼睛會看到 特殊的一些閃光 閃電 那這時候這種痛起來的話 如果你在那時候不吃到一些 類似麥角固存的藥的話 其實我告訴你 病人止痛的吃可能從三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 越吃都越沒效 對 越沒效 那這時候其實你知道正確的診斷 配合用藥的話 其實病人會覺得說 你的醫生很厲害 我吃你一天之後 隔天真的那個感覺就真的差很多 所以說頭痛它是一個病症 原來是這樣 各種不同的痛 你要找到真正的原因 我們都用一種止痛 治療所有的痛 不行了 因為像我有一個學弟 當時就是因為買錯止痛藥 就沒有追上一個學妹了 是嗎 就是他當時追的那個女生 就是一個很明顯 就是他是一個 驚痛非常嚴重的女生 所以他每次 他買錯藥了是不是 對 他明明就是驚痛 然後男生就至高分元 我去買藥 然後去了什麼什麼 就買了譜什麼回來 就追不上 沒有效 對 根本沒用 然後想說你是個笨豬 他都沒有 好 所以 止痛藥這件事情呢 真的是有學問的齁 我們要用對 才能夠解悟我們的痛 那當然它的量也很重要 像很多人一用止痛藥 就是常常用 那有些人是幾天就用一次 有些人甚至是每天用 有些人如果說自己偏頭痛 對 他每天用 又覺得沒什麼效 又覺得有點效 所以又繼續每天亂用 而且還會試用各種不同的品牌 我還有朋友是 像這樣訂計的 買到後來已經吃到沒效 他都請朋友從美國帶 那種像膠囊狀的 液態 是 還跟我強調說 這個吸收很快 對啊 我就覺得 這有這麼樣的差別嗎 他說我是行家 止痛藥 我是行家 好 所以我們止痛藥有一些迷思 我們來跟觀眾朋友 來解剖一下 來 迷思第一個就是藥效 會殘留五年 是真的嗎 我們身體的代謝 一般的藥 一顆的藥 經過我們體內代謝 大概經過八個小時 大概體內殘存 已經不到原來的 差不多四分之一 隔天之後大概可能 完全都排出體外 但是因為這是前一陣子 一個網路蠻流行的 一個針對某些品牌的藥物 覺得說它的藥物 可能殘留可以那麼多 其實基本上 其實我們人體的性能代謝 在正常的情況下 經由肝臟或腎臟代謝的話 其實任何的藥物 超過二四小時 在體內的殘留都非常的低 它不用太單一 但我們比較反而 比較單一說 既然殘留那麼的低的話 那我是可不可以吃多一點 像阿二姐 從普通型加強型 到再加咖啡因的話 其實這樣的問題 其實這樣反而你的堆疊的話 反而你的身體 是沒有辦法代謝掉的 重點是在你正常的使用情況下 在身體的正常的新陳代謝 這些是可以排除的 如果你劑量增加的話 造成你的負擔之後 其實後面的累積的殘量 才是可怕的 是好 所以如果你的量吃的是正確的話 應該不會有殘留的問題 好 像我阿嬤之前去做一個 心臟的開刀 她因為她很怕說 她說吃那個藥 止痛藥會殘留在身體 於是她居然忍著痛 她開完那個心臟 裝了一個機器在裡面 她居然沒有吃藥 她忍了一個禮拜沒吃 好厲害 然後我回去宜蘭看我阿嬤說 阿嬤 你好嗎 我說很痛 然後現在又痛 她不是說一禮拜的好 沒吃藥 是嗎 她血壓當值度 應該都不要很高對不對 不會 血壓是心臟的問題 那更需要吃藥 對 是 因為心臟的問題 對 血壓的問題 當你這些疼痛的話 我們常說很多的病人 他疼痛的問題會造成什麼 血壓高之後會造成什麼 腦中風或心肌梗塞 是 所以其實有很多事情 尤其是心臟方面的問題 這個其實說 其實不要這樣子說 所以藥效會殘留五年 其實是不對的 沒錯 但是你藥如果用過量的話 對 的確對身體是很大的負擔 對 再來吃多有效嗎 應該說吃多 會說你的問題如果沒有解決 你原來是因為偏頭痛 或是你本身骨頭 本身裡面可能有骨頭有受傷 那你只是一味的吃止痛藥的話 當然那個效果會越來越差 是 所以我們常說一般止痛藥 如果你吃了一天兩天 那按照它正確的使用 一天使用三次到四次 如果這樣吃了三四天沒效的話 你要針對你的問題 找醫生去做解決 是 而不是一味的只吃止痛藥 好 那迷思山藥效強 不能空腹服用 是對的嗎 一般的止痛藥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它滿傷 對腎臟跟胃是有傷害的 那基本上其實止痛藥 原則上是不要空腹吃 可是很多人痛起來的時候 所以要搭配胃藥吃嗎 這是對的嗎 這也不一定的 這也不一定搭配胃藥 因為我們的止痛藥傷害的胃 一般型的胃藥是沒有辦法的 這基本上是一個很特殊的 一個藥理學的作用 它是所謂的前列腺的阻斷劑之後 你本身要吃另外一種 比較特殊的用藥 所以一般我們在臨床上面 對於所謂六十五歲上的老人 他本身有胃潰瘍或舌頭潰瘍 或有其他問題的話 我們在開止痛藥當中 會開一種比較特殊比較好的 對胃腸影響比較小的 一些止痛藥 這是針對特殊的病人 所以說一般人其實並不需要 但是你本身的話 我們需要告訴你 不要空腹除用止痛藥 它對胃腸道的傷害 基本上是滿大的 是 好 所以迷思是 就是搭配胃藥服用才不傷身 這個是 其實基本上 其實是它的 它會讓你感覺說你有吃胃藥 但事實上其實 對這個傷害胃腸的 其實作用是不大的 好 迷思五 疼痛能忍就忍 忍到很痛的時候 再吃 就像我剛剛我阿嬤那個例子 那個是不對的 因為其實它如果說 吃一個禮拜的止痛藥 它並不會讓它的肝腎 有這麼大的負擔 它不是每天吃嗎 有些人是怕說 第一個怕什麼代謝太久 有些人是怕上癮 因為事實上臨床 確實有些病患 他可能去開刀 或還有一些比較大的手術 然後他可能用一些 比較強效的止痛劑 後來也可能沒有控制得那麼好 最後變成止痛效上癮 有時候甚至會去急診或幹嘛 借故就說 它哪裡痛要打那個針 要去拿那個藥 因為有這樣流傳 所以有些人說 那我就不用弄 因為我可能會成癮 可是事實上 有時候痛真的不是很人道的事 就是還是要拿捏 是 還是要拿捏 好 那在中醫的部分 怎麼改善疼痛 一般的疼痛還是要先找出 你到底什麼原因造成的 絕對不能說 就只是貼藥 一些赤子痛藥 要查出原因 那在痛來說 在中醫的認知叫做 通則不痛 不通則痛 那一般來說就是氣治血瘀 然後中醫藥就是 不管是內服還是外治 就是希望能夠舒筋活絡 行氣活血 那有內服的藥 大概就配合專業中醫師 那其他很多都我們可以做的 中醫很多疼痛 都認為是跟肝膽精有關 譬如說我們都久做冷氣房 低頭足 冷氣這樣吹 終於說寒阻收癮 神經血管容易肩背痛 所以肝膽在哪裡呢 就從剛才王醫師提到 就是說我們偏頭痛 尤其是仙造型的偏頭痛 有這些眩暈 耳心反胃 你等發作的時候再去熱敷 紮症 你就覺得改善得有限 所以我們有時候 多做一些伸展操 左顧右盼 上下 做一些頭部的輕微旋轉 不要去啪啪啪的聲音 然後多做一些伸展操 側彎旋轉 拉你的肝膽精 那手背 我們最常見到的是肩背痠痛 對嗎 那我們都做一些開胸正背 開胸正背 對 讓你的胸口能夠展開 呼吸機能夠做一些自我按摩